各位朋友,今天我们聊一聊在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美德,那就是好客 好客的人很友好,很热情,很容易开放自己,把自己的心门打开,把家门打开 给那些过路的人,给那些旅行的人,给那些陌生人,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殷勤的,友好的,热情的去招待,去款待他们 这个品质在圣经里面,天主是非常看重的,在新耶里面,耶稣也是非常看重的 漂泊着,天主把亚巴郎从老家,然后经过漫长的旅途,让他来到现在的巴勒斯坦 本身什么?本身亚巴郎就是一个外方人,他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说起来是客人,所以无怪乎在圣经旧约的内卫纪十九章 天主嘱咐自己的人民说,你们对待,住在你们境内的外方人 境内的外方人,陌生人,要如同对待你们自己一样 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自己也曾在他乡,也在埃及什么 做过客人,所以既然你们在别的地方做过客人 你们就知道做客人的不容易,你们就知道做客人需要什么 所以请你们好好的待他们,如待你们过去的自己 那其二呢,是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是半永永民族 半永永民族就是逐水草而居的,不是说定居在一个地方 所以他们是走来走去,飘来飘去 那这样子的人呢,很容易,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的话 生活很难继续下去,很难往前走 因为他们本身客观上他们的地理环境 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注定了 他们也需要很多的人在某一个地方去立足 也不可能让自己的伴游牧民族的生活延续下去 所以基于这两点,在旧约里边 天主非常看重这个很重要的品质,那就是好客 就是殷勤待人,就是热情的款待别人 在圣经里边,在旧约里边 有几个人呢,是好客的典范 第一个当然就是亚巴郎 在圣经的创世纪第十八章就记载亚巴郎 曾经在一个炎热的中午午后 然后款待了这个三个末世人 被称为天主的使者 亚巴郎给他们洗脚,给他们烤饼 给他们宰牛,以最高规格的方式去款待他们 而且亲自伺候他们 那他的确不知不觉之间就款待了天主的使者 然后就是借着那个机会 天主给他一个恩赐 那就是他将来要生一个儿子 这是亚巴郎,他是好客的始祖 怪不得以色列人很重视这个品质 因为从这个民族的根源上就有这个气质 第二个人是亚巴郎的侄子罗特 大概我们知道你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里面 你就会受那个家庭的气质所影响 那亚巴郎是好客的 罗特也受了亚巴郎的影响 也是好客的 罗特圣经的创世纪第十九章记载 罗特在索德玛的时候 为了款待两位路过的陌生人 他的确还跟自己的同城的人 还起了争执 他也是以最高规格的方式 而且天主最后也救他脱离索德玛和哈摩拉的毁灭 那第三个人是据约里面的约伯 在约伯传里面 约伯自己辩护的时候 曾经说呢 说他从来就没有让一个外方人到街头 没有一个客人路过他家的时候 他会拒绝他们 他总是会把门敞开 给旅客敞开 给陌生人敞开 这是旧约里边的三位 这个好客的典范 那到新约的时候呢 耶稣自己 耶稣自己也怎么样 也受了很多人的款待 如果耶稣在宣讲天国的时候 没有人接待他 没有人提供他吃的 住的 行的 所需要的 那我想耶稣的这个天国之旅将很难 人说呢 人说呢 伯德鲁就是以前的西满 这个渔夫啊 他把自己的在这个 在葛坊物的家就提供给了耶稣 也是很热情的款待耶稣 而且作为耶稣在加里勒亚服传的一个基地 那第二个是耶稣很有名的 耶稣在南部 有一家人的朋友 就是马尔大 玛利亚和拉扎路 这一家人 时常款待耶稣 以至于耶稣南下耶路撒冷的时候 在白天的工作结束之后 都不会在耶路撒冷耶稣 而是要再绕道去伯达里 看起来 耶稣的确非常的享受 这些人的殷勤好客 他们的款待 还有耶稣自己也曾讲过一个比喻 叫善心的撒玛利亚人 耶稣很赞赏这个撒玛利亚人 在这个故事里边有一个情节 就是这一位撒玛利亚人 看到路边有一个受伤的陌生人 他就什么 他就马上动了怜悯的心 去给他抹油 去帮帮他打理 然后把他扶上牲口 最后把他拉到这个客店里边 然后给客店的这个老板 足够的预付足够的钱 请兵他帮忙照顾这个受伤者 那这个善心的撒玛利亚人 就明显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客 他马上就给那个需要的人 以及时的张开的表达 是非常的热情的 不会延迟对他们的伸出援手 还有在马多福音二十五章 耶稣自己也讲过 说在一个也是在一个故事里面 将来审判的时候呢 片主要审判 就是把这个好人坏人都分开 说好人是这样子的 坏人是这样子的 那好人是什么样子呢 他们有个特点 也就是说 我饿了 你们给了我吃的 我做客 你们收留了我 我做客 你们收留了我 就是你们款待了我 你们接纳了我 你们没有让我这个陌生人 路过你们门口的时候 你们没有让我饿着肚子走过去 然后反过来对那些 饿人审判的时候也说 用反话说 我饿了 你们没有给我吃的 我渴了 你们没有给我喝的 我做客 你们没有收留我 那这些人就是不好客的 这些人就是把门关起来的 这些人就是 这个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 是非常的耻辱的一件事情 还有最明显的是 耶稣自己在玛窦福音的第十章 给门徒们 这个告诉他们 怎么样去传福音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的时候 在那个大的背景里面 整个玛窦福音第十章 叫做福传的一个大宪章 在那个背景里面 耶稣其实就渴望着什么 就渴望着一批好客的 一批好客的人 一批慷慨的人 一批愿意款待那些 耶稣的伙伴 就是耶稣所派遣的 传扬天国的门徒 他愿意 他也恳求他的父 他也让门徒们相信 你们出去 不要担心这个 不要担心那个 为什么呢 因为天主自然会 会给你们一批好客的人 一批款待你们的人 你们就专心传扬天国 那在那个 玛窦福音的第十章 那个大的背景 就是有那么一群 向天国开放的人 渴望着天主救恩的人 他们给门徒们 提供了所需要的 他们像亚巴浪一样 像罗特一样 像约伯殷勤好客 招待那些天主的使者 那等到在中途的时代 这刚才是耶稣的时代 那后来在中途的时代 比较有名的 就是中途大事录 记载的几件事 比如说第一个是 伯多禄曾受到一个 百富长 就是外邦人 伯多禄就受到了 他跟他全家的款待 最后救恩也临到了他们 保禄在马其顿的首府 保禄在马其顿的首府 菲利伯传教的时候 受到了一个女 李迪亚 他也受到了 这位李迪亚 非常慷慨的款待 还有在中途大事录 最后一章 二十八章记载 保禄 最后他们坐上船 不是要去罗马 然后在途中 保禄 最后他们坐上船 不是要去罗马 然后在途中 遇到了大风浪 船就沉没了 最后他们 就流了到一个小岛 这个岛叫做 马尔他岛 就是现在这个 马尔他共和国 在这个小岛上 当地的土著人 也是对保禄一行人 十分的款待他们 招待他们 在西伯来书里边 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西伯来书的第十三章 一开头就说呢 说弟兄相爱之情 应当长存 曾经有人因此 与不知不觉之中 大概这句话 是说的亚巴郎 亚巴郎当年 款待陌生的时候 的确是款待了 天主的天使 但这句话 也同时是给 所有的人说的 尤其是给 所有的基督徒说的 我们应该有 好客的勤怀和精神 因为那是天主 十分喜爱的 那说到底 说到底你想一下 为什么耶稣 这么强调 尤其在派遣门徒 扶传的时候 这么强调好客的精神呢 甚至说 如果有人 这么好客 款待你们 你们就把天国的 你们就 什么 把脚下的尘土 剁去 表示以后 这个人 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人 你既然跟我们 你既然不愿意 款待我们 那我们所宣讲的 救恩也与你无关 所以你看 耶稣非常强调这一点 我们可以想一下 如彼此 款待 让我们彼此好客 让我们彼此 彼此款待 让我们彼此好客 让我们彼此服务 让我们觉得 因为我们这样做 因为我们也接受了 别人的款待 让我们觉得 我们好像在家里一样 让我们觉得 我们也好像是在 款待基督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让我们彼此款待 让我们彼此好客 让我们彼此服务 彼此彼此款待 让我们彼此好客 让我们彼此服务 让我们觉得 因为我们这样做 因为我们也接受了 别人的款待 让我们觉得 我们好像在家里一样 让我们觉得 彼此款待 让我们彼此好客 让我们彼此服务 让我们觉得 因为我们这样做 因为我们也接受了 别人的款待 让我们觉得 我们好像在家里一样 让我们觉得 我们也好像是在 款待基督一样 彼此款待 让我们彼此好客 让我们彼此服务 让我们觉得 因为我们这样做 因为我们也接受了 别人的款待 让我们觉得 彼此彼此款待 让我们彼此好客 让我们彼此服务 让我们觉得 因为我们这样做 因为我们也接受了 别人的款待 让我们觉得 我们好像在家里一样 让我们觉得 我们也好像是在 款待基督一样 彼此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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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彼此好客 让我们彼此服务 让我们觉得 因为我们这样做 因为我们也接受了 别人的款待 让我们觉得 我们好像在家里一样 让我们觉得 我们也好像是在 款待基督一样 对 别人的款待 让我们觉得 我们好像在家里一样 让我们觉得 我们也好像是在 款待基督一样 感谢观看